你好,我是Henry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要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在遇到新客户的时候 常犯的五个错误 其实在地产行业 它是一个金字塔形态的 就是最顶端的那个5%到10%的人 可能把这个行业80%到90%的收入都吃掉了 OK,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每一天都有24个小时 对不对 但是呢,有的优秀的地产销售人员 他可能见十个客户 他可以把三到四个变成他最终的客户 但是有的人可能见一百个人 才能把其中一个客户 把其中的一个人变成他的客户 这样的效率就会有一个巨大的区别 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呢,点击那个小铃铛 这样呢,我们有新的视频出来的时候 你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 OK,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常见的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客户越多越好 OK,很多人觉得 我一定要去大量的见客户 好像我的客户基数越大 那我最终能产生的这个销售额 就会越来越高 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错误 为什么 在现在的这个社交传媒的这个时代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相当的一个曝光的机会 但是究竟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是客户的时间 不是客户的数量 是你可以增强客户的时间 比如说现在YouTube对吗 过去我们用的是电视 电视上面呢 你想上电视的镜头 比如说你想上一个很大的电视台的广告 那价格一定是润渺算的 但是因为YouTube的出现 因为社交媒体 Facebook的出现 每一个人都可以打广告 OK 所以数量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什么 是你可以抢到客户的时间多少 我们做过一个研究 平均一周有5个appointment 可以跟客户见5次面 每一次跟客户见面时间 超过20分钟以上的销售人员 他的收入是不可能低于20万的 OK 所以你记住 你需要的不是客户数量 怎么样找到优质的客户是你的第一目标 而一旦找到客户之后 第一时间要的是他的时间 如果你将来有机会 你去发朋友圈的时候 你去用你的自己的社交媒体 去抢客户的注意力的时候 注意了OK 曝光度 不是最重要的 最关键的是 他在你的这个广告上面 停留了多久 你发的信息对他有没有用 他愿不愿意打开来看 所以时间才是真正最关键的 而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是喜欢找新的客户 很多人会觉得 我一旦遇到新的客户了 我就要第一时间 扑到新的客户身上去 其实即使我们在大卖场 卖东西 我们都不能这样 很多销售人员会犯这样的错误 比如说我在大卖场里面 跟一个已经买东西的老客户在聊天 这时候来了一个新的客户 我就告诉他 我就告诉他 我直接去找新的客户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因为老客户的感觉会非常糟 我其实在大卖场里面 我觉得比较适合的方法 也是要告诉他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OK 等我两分钟 这边有一个新客户需要帮忙 我去打个招呼 我就回来 OK 为什么 因为在 尤其在房地产这样一个行业 它是一个大中型的销售 客户与你之间的性能是最重要的 所以最好的客户是谁呢 最好的客户是那些 已经跟你买过房子的老客户 那些人他还会跟你买第二套 第三套 甚至会介绍很多周边的朋友来给你 但是新客户呢 变成一个真正的客户 中间有一个很长的转化时间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看到新的客户就非常非常激动 如果你让我去念我每一周的priority 我会觉得 见新客户反而是最不重要的 能够给持续 尤其是老客户持续的创造价值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你去深挖一下 你会发现 我们有的时候卖给一个客户的东西 只是冰山一角 在这个冰山下面 其实还有丰富的保障 那第三个我们经常犯的 一个常见的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找那些已经想买房子的客户 或者说已经看房子看了很久的客户 我们去想一个问题 这个人看房子已经看了两年 至少已经跟十个房地产的这个小伙伴聊天 聊完了 他为什么没有跟他们买 为什么他会跟你买 你经常会遇到一些客户 说着说着房产就开始怼你 或者说了一半的时候 跟你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 比你还要专业对不对 其实这种客户的质量 并不是特别高的 如果你是做二厨房的 你去做一个房产的估值 跑到房东家里面 OK 房东坐下来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如果发现他已经建了十个中介了 你就要非常小心 这样的客户有的时候质量 并不是特别特别高的 所以对一个房产营销人员来讲 你可以给这个社会创造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 是把没有需求的人变成有需求 而不是把有需求的人帮他找到需求 OK 因为在这个行业你可以卖的产品 有上千个甚至上万个 竞争对手也很多 但是客户呢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产品都看完 所以信任是最根本的 然后第四个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过滤客户的办法 这个呢是导致房地产营销人员 我们的效率有重大区别的一个主要原因 很多人比如说他现在在开会 他跟团队在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客户打电话进来了 说你好我是谁谁介绍的 然后你今天下午有没有时间 带我去看一下房子 然后很多人就是把电话一挂 然后说我今天不好意思 今天这个会我不能继续开了 我要去见一个客户 然后本来一天已经订好的行程 全部都毁了 然后为了见一个突然出现的一个客户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没有去过滤客户的方法 我们不是每一个客户都要serve的 我们的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创造客户 没错 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呢 就是你要有一个过滤网 可以把很多的客户过滤掉 并不是每一个客户都是适合你的 我们怎么样去过滤客户呢 其实你有很多种的方法 OK 如果你是一个做二手房的 所有来找你要卖房子的 你都会去签吗 显然不是 你首先你要问他 你对这个房产了解多少 你对这个区域了解多少 你之前有没有跟其他人见过 如果有一个人要求你去带他去看一个项目 去看一个房子 那你可以问他你的 你知不知道你能不能贷款 你知道你的这个财务状况怎么样吗 你有没有时间我需要先跟你坐下来 做一个financial assessment呢 我需要先知道你这个财政的状况 OK 因为我可以拿到市场上所有的项目 但是呢 现在很多客户因为贷款的原因拿不出来钱 所以我要确定你的贷款没有问题 你看当如果这时候客户回答你说 不需要不需要 我就来看房子的 你有很大的理由去相信 这个客户他最终不会跟你成交 所以在任何时机的任何情况下 你必须要有一个过滤客户的方法 帮助你找到自己最有价值的客户 尽量不要因为某一个客户去改变你原来做好的计划 做好的规划 这一点非常重要 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我们在跟新客户接触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提高我们的效率呢 很多的客户在遇到一个新客户的时候 很多的我们地产营销人士 会遇到一个新客户的时候 在第一时间就要去显示OK 我非常非常的有激情 然后我在这个行业待了很久了 我懂这个我懂那个 然后开始跟客户炫耀自己的知识 炫耀自己的技术 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 当你遇到新客户的时候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让他多说 多去问他一些问题 多去让他表达他为什么想要买房子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想买房子 通过买房子他希望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房子对他有多重要 他是怎么样建立这个投资 你才的观念的多去问一下他 通过问问题的这个方式和他建立一个联系 通过问问题的方式加强你们之间的关系 OK 所以一个成功的第一次的跟客户的见面 我觉得客户讲的这个客户在讲话的时间的比例 应该是超过这个房地产营销人士讲话的比例的 这是一个这些点非常重要的一点 OK 我们这个视频结后结束之后呢 我也会根据这几点我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福利 恭喜你看完今天的视频 我相信你未来去见新客户的时候 你的效率一定会大增 欢迎你呢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呢在下方评论区呢 提出一些问题和你想听到的话题 我们会根据你们的要求 我们去做未来的话题 最后呢就是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福利 这是我们房地产营销新思维做出来的一个初次和客户见面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对话模板 这里面很多的模板呢 会帮助你怎么样在第一次跟客户建立联系的时候呢 迅速的跟客户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互动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跟客户去沟通 通过下方的链接 你可以领取我们这一次的报告 OK 谢谢 以前你想要在房地产行业取得成功 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金钱 才能学习到的技巧和方法 现在都收录在我们的房地产十分钟训练营了 欢迎通过链接领取我们的两周免费试用 这里有大量的有效的找客户方法 最全面的经验总结和最丰富的地产专业知识 让你花最少的时间成为最顶尖的地产专业人士 欢迎顶级我们的链接领取两周的免费试用 谢谢大家